6月1日儿童节,娱乐圈不少明星纷纷地晒照庆祝生日,就连平日里在私生活方面一向保持低调的唐嫣,也罕见地高调了一把。 刚刚唐嫣便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出两岁的女儿小小堂的萌照,并附文《宝贝节日快乐呀》,文墨还附上爱心棒棒糖,母爱满满。 唐嫣镜头下,女儿小小堂扎着可爱又洋气的哪吒头,身穿红色套装,打扮得喜气洋洋,满是过节的仪式感。 背影出镜的小小堂骑着平衡车,一双小长腿抢劲十足,有遗传到妈妈的好身材。 虽然小小堂并没有露出正脸,但这背影也是很可爱了,萌太十足。 2020年和老公罗靖迎来女儿的唐嫣,夫妻两个十分注重保护女儿的隐私,到现在都没有主动分享过女儿的正脸照。 不过身为妈妈的唐嫣偶尔也会分享一些有关女儿的日常。 小小堂似乎和妈妈一样,是一位甜妹。 此前,唐嫣在节目中曾透露自己外出工作时,女儿撒娇求抱抱,还会在妈妈的怀中摇着小脑袋撒娇,好萌。 面对如此可爱的女儿,本以为会是一位虎妈的唐嫣,在女儿面前不要太温柔,就连爸爸都表示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温柔过。 虽然女儿还小,不过在与女儿相处时,唐嫣是比较尊重女儿的,母女相处就像是朋友一般,融洽的亲子关系十分地令人羡慕。 话说回来,这已经是唐嫣第二年为女儿庆祝儿童节了。 去年六一当天,唐嫣被分享出一张老公罗靖视角下与女儿的合照。 母女合照中,唐嫣将女儿抱在怀中,小小堂打扮得同样很俏丽。 而且这条动态下,罗靖还留言为女儿抱不平,透露六一女儿还要被妈妈安排着去上课,一点也不快乐,十足的女儿奴一枚。 今年在唐嫣晒出的女儿蒙照中,虽然她和老公罗靖都没有出镜,但想来一直在上海居家隔离的夫妻两个有陪着女儿一起过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一家三口的大合照呢?期待。 对于儿女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父母们所重视,但教育方式一直以来也充满争议。 唐嫣的父亲对她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打压式的教育。 唐嫣在四岁开始就被爸爸逼着学琴,那时唐嫣完全不食谱,爸爸与唐嫣一同到班里学习。 爸爸先学习,学会后回家示范一遍,让唐嫣跟着谈。 不食谱的唐嫣为了学好琴,只能死尽硬背地被取谱。 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见她不翻取谱,只一味埋头苦谈,是惊讶不已。 那时候,唐嫣的父亲对她十分地严厉。 唐嫣练琴的时候,爸爸手里都拿着织毛衣的针或者是尺子。 唐嫣不好好练琴,就会被父亲用针扎或用尺子抽。 那时候,唐嫣还把希望寄托在妈妈身上, 希望妈妈能过来护着她,但似乎妈妈在家里说不上话。 就这样,在父亲严厉的教育下,唐嫣度过了她的童年。 她努力学习,想要靠自己的学习争取大学, 这样就可以远离她那严厉的父亲了。 后来,唐嫣也是非常的努力, 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从此远离上海。 为此,爸爸曾问过唐嫣为什么不考上海戏剧学院。 唐嫣给出的回答是,想要自由, 希望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 后来,爸爸送唐嫣去北京。 在离开时,唐嫣看着爸爸远去的身影, 居然开心地说拜拜, 似乎在庆祝终于获得自由。 然而,当爸爸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时候, 唐嫣却落泪了。 直到这一次,他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2001年,18岁的唐嫣参加了第三届输雷世纪星选美比赛, 并获得冠军。 之后的人生,唐嫣便像开了挂一样。 仅仅两年后,2004年,唐嫣就成了某女郎。 2004年,唐嫣被导演张艺谋选中, 成为奥运会的宝贝,参与了闭幕式的表演。 之后,又先后参演了2009年的《仙剑奇侠传》、 2011年的《夏佳三千斤》和2014年的《金玉良缘》等电视剧。 这也让他名气大增。 其中,2009年的《仙剑奇侠传》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 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十大演员之一。 出道不过短短几年, 便与国际国内的强大班底拍摄了九部电影、十四部电视剧。 唐嫣已经成为在新生代演员中出类拔萃了。 2008年,唐嫣和高云祥因为拍摄《生于八零后》相识, 两个人因为在一起拍戏,平常的交流也比较多, 一来二去之间也就产生了感情。 当年,两个人的感情比较稚嫩, 甚至一度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地步。 据悉,他们在恋爱期间, 高云祥还向唐嫣求过好几次婚。 但唐嫣以大家还年轻, 应该以事业为重拒绝了。 之后,因为两个人的婚姻观念不同, 产生的分歧越来越多, 两个人最后也分道扬镳了。 之后,高云祥便和唐嫣的闺蜜董璇结婚了, 不过后来也因为一些原因离婚了。 在这之后,到了2010年, 唐嫣在拍摄《下家三千斤》的时候, 对台湾艺人邱泽一见钟情。 当时的邱泽在娱乐圈可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但爱情就是这样,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阻挡。 唐嫣还是被邱泽迷得神魂颠倒。 当时的唐嫣和邱泽 也算是大众所看好的金童玉女。 当时大家都觉得, 两个人能够携手走到最后, 可邱泽从头到尾都没有承认过这段恋情。 甚至在谈恋爱的时候, 还被媒体抱出劈腿其他嫩魔, 还与其他女生保持爱没关系, 两个人最终还是分手了。 邱泽也一直被网友大骂渣男。 即使两个人分手了, 在这之后有媒体提到邱泽的时候, 唐嫣还是会表现出难过。 在唐嫣最落魄的时候, 罗静出现了, 两个人也是因戏生情。 2011年, 两个人拍摄电视剧《乱世佳人》, 唐嫣结识了罗静。 在禁组的第一天, 罗静就发了一条微博感叹道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可能那时候应该他就对唐嫣 有点感觉了吧。 之后杀青的时候, 他又发了几条微博, 应该是暗示自己对唐嫣动心了。 但这个时候, 唐嫣和邱泽才刚刚的分手, 还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再到后来, 两个人又接连合作了《美人制造》、 锦绣未央、 《克拉恋人》等电视剧。 在剧中, 两人多次扮演CP, 频繁的接触让他们的感情更进一步。 在2014年和2015年, 曾两次爆出《唐嫣》罗静已经订婚, 但是都被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室给否认了, 一直到2016年的12月6日, 唐嫣和罗静的恋情才正式公开。 他们在一起之后, 罗静对唐嫣的好也都让人都看在眼里。 不管周围有多少人, 他总是会考虑到他的感受。 走路的时候, 鞋带开了, 他可以不顾形象地蹲下来, 给唐嫣整理鞋带。 因为他低血糖, 他可以偷偷地在现场给他找糖, 然后向个孩子偷偷地给他, 只为了博得他的一笑, 这样的爱情真的是让人羡慕。 之后在唐嫣回忆起前的时候说, 他一早都觉得罗静不错, 而且当时罗静对他展开追求一段时间后, 他就答应了罗静,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 两个人才正式地公开恋情。 结婚后, 两个人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 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幸福下去, 同时也希望每个人的爱情都能够像他们一样, 甜甜蜜蜜每一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